NDR-O-D-U-C-D-I-O-L-N-U-D-A-O.H-T-M-L 前天大道簡介中英最造H-T-T-P-C-O-L-N- slash 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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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t-A-L-I-B-R-Y-D-O-M-slash-C-A-T-G-O-R-Y-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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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M-Introduction-D-I-O 先篇大道简介 Introduction to the ale 中英对照先篇大道简介 以何谓先篇大道 二道与我有什么关系 三求道是求什么 四求道对我有什么好处 五具备什么条件 才可以求道 六求道对我的生活 有什么影响七道的宝贵 有什么定证 以何谓先篇大道 先篇大道又简称道 我们若仔细地去观察 心窍开悟之后 就可发觉宇宙间森罗万象皆是杂而有序 而自然界万事万物的运转 也都有一定的法则 各天地人 是万物的真主宰 就是道 道乃在天地生成之前 即已存在 不约先天大道 道者理也 理就是真理 在天地人万物未生 在天地人万物未生以前 道即已存在 而道能生天生地生人生万物万类 在天地人万物毁灭之后 道不会毁灭 道因为无取无来 不生不灭 乃代表着宇宙间更补不变的真理 道的本体 也就是宇宙自然的本体 在混沌未叛之初 宇宙间只是一环灵妙底 无天无地无人 也没有语言和文字 所以我们是无法以任何语言文字或思虑来形容它 不大道无明强明曰道 我们也是勉强用道这个名词来代表它 在天地万物生成之后 早就能贯穿于宇宙万事万物之中 使一切的自然现象均能呈现和谐有条不问的运转 这就是道的妙用 道大理为 我们虽然无时无刻移不开道的本体和妙用 却又很不容易去认识它 因此在两三千年前 各教圣人应运出是各化一方 针对当时天时底力及众生的根气 留下先经万点 穿下诸多血恶从善的修实法门 同时也让云云众生认识了明明中 宇宙万事万物君有一个真正的主宰 或称为上帝 或称为造化 或称为天主 我们称其为道或无声老 君是一名而同意 我们对道有了深一层的认识和体悟之后 就会了解 天地间实无一物 不是导致本体与妙用的合一 因此道虽然含盖各大教门的经义 为天门万教的总源头 确实不居限于宗教的领域里 而上帝或老也不只代表着一切宗教的最高信仰中心 更是天地万事万物万类的根本源头 与最高主宰 其宇宙间永恒不变的真理之道 所以我们今天有机会了解什么是天天大道 不只找到了各大教门的最高信仰中心 也找到了宇宙的根本源头与最高主宰 更能为宇宙至高无上的真理 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道之真意在先天之先不为天 在后天之后不为后 极大上有可量极为上有可指 为道极大不可量极为不可指 不所以大无不包围 无不入无所不惯 无所不通 无所不测 贯彻了天地人万物万类 贯彻了三十三天万 贯彻了千经万典 贯彻了千法万法 贯彻了千教万教 贯彻了千佛万祖 贯彻了我之一身 此乃显天大道宝贵的真意 人 人必须知真觉 一击是人 人与我 我与人 人良心之行也 此乃 爱众一心 万 我一家世界大同 此先天大道之宝贵也 二 道与我有蛇们关系 道的宝贵 在于他大而无所不包 细而无所不入 天地生成之后 道贯穿于天地万物万类 使得日月星辰之运转 各有其时 四时之交替万物之交涨 各有其虚 而最宝贵的是 各天地万物的主宰 同时也是我们人一身之主宰 约信里 使得我们不学而能看 能听 能吃 能动 因此 我们不只要探求天地间的智力 更要回头认识我们身上不有的真理 不天天大道即是信里真传 道的宝贵 并不在于他有什么神秘稀有或可殊之处 而是在于他平时 但我们确实时刻刻离不开他的本体与妙用 我们反观一下自身 就会发觉我们身体的结构是非常精密和奥妙的 我们轻轻地握一下手 就算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动作 其中所牵涉到的所有关节物理作用能量化学反应神经系统资料讯息之传输 即脑部分析判断和命令之下达 以目前全世界的科技知识和文明水准 也无法一一表达出来 但是在我们做出个动作的能力 却完全不应个人知道上了程度的差异 而有任何影响 不论是学士多丰富的学者 或是目不是兵贩夫走足 无论是成人 或是刚出生不久的婴儿 都可以心而易举地做出的动作 人人与生俱来 不学而知 不学而能 无增无见的良知良能 就是主宰我们一生的道 我们有学习而得到的知识和才能 有忘记的时候 有疏远的时候 而到的本体和妙用 不用学习 不用思考 大而能主宰宇宙的运作校长 小而能主宰我们一生知识听言动 我们有而不知其有 用而不知其用 却有无时无刻不能缺少它 不增不减 但自举足一切 我们身上固有的道 因为就在我们身上 又称作自信老 我们了解了 这个主宰天地万物的道 在我们身上就有 它的作用不应受到 我们赞美或否认 而有任何增减 无论种族肤色 国籍宗教信仰或 平贱富贵 均无分无别 因此我们能求得天天大道 不只找到了宇宙的根本源头 也找到了不生不灭的真我 不只认识了宇宙 也认识了我一生的真正主宰 不只追求到了宇宙之治理 也找回了我身上本有的真理 与良知良能 先天大道的根源是在我身上 原来不有的是我由先天带来的良知良能 即使